大家好,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的时间 那我现在在上海的南京东路步行街 那老上海人呢,往往喜欢办年货 喜欢去一个牌子的商店 那就是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老上海人办年货的一个场景 现在过年的这个气氛也起来了 这边有一个雕塑 龙年大吉,南京路和你一体 雕塑年2024 这个前面就是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旁边 也有一些龙年的布景 上海的这个大白兔,奶糖 是卖一些过年的糖果啊 喜糖啊,什么之类的 这边卖肉脯 这边卖肉脯 还猪肉脯 肥根辣的 肥色相间的,金钱的 这边应该是旧的这个繁花的热度 然后新开了一家这个店 年轻人老年人都有 看些卖些什么东西 西点 看拿伯伦也有 这些 传统的一些老上海的一些糕点 蝴蝶酥也有 这边是凯斯令啊 也是上海这边的老牌子 卖一些蛋糕 牛奶奶油 这个是上海的华点食府 也是卖糕点的 是常年排队 他这边的糕点很受欢迎 这边排队排几轮了 这边是卖巧克力 各种口味的巧克力都有 小盒装的啊 稍微大一点的盒子 这边是现场做的一盒酥 一楼的话主要是卖一些糕点类的啊 东西我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我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二楼也是一些老字号 传统的一些熟食 也有糕点 这是卖一些传统的小吃 香鹅 熏鱼 红肠 烤腹 大盒啊 这个黑毛猪 当家红肠 四十元五百克 然后 丝竹酱牛肉 一百二十八元五百克 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这边应该是推出了一些新年的优惠啊 优惠的价格 琵琶 然后八宝鸭 然后这边一排就都是熟食啊 一些醉鸭 酱鸭 酱牛肉 羊肉 牛肉 哎呦 看这边的酱牛肉 这酱牛肉是一百二十八 然后这边的这个熏鱼是四十二块八五百克 这边的这个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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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蛇 牛筋 猪尾巴 然后牛蛙 这是日晒的这个笋干丝 他们已经把你切成很小很小的调了晒干的 一百四八啊 这边是笋片 大眼 这边是辣喂老铺啊 也是一个老店了 然后有很多人买这边的一个辣货 这边的辣鸭 然后辣肠 然后这个应该是鸭蛇 这个是火腿 这个是 应该是黑毛猪的 有个猪脸 火腿 这边是酱油肉 这个还没有滑毛 这是鸡吧 应该是 这种鸡从表面看 都是上面裹了一堆盐 这个还是同一时间 看一下南风鸡 四十六 然后酱油鸭四十六 白辣鸡三十三 板鸭五十三啊 这边有一些腌制的咸菜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小黄瓜 糖蒜啊 然后这边还有 呃 醉蟹啊 然后鸡螺黄 还有一些这样的食品 堆嘛 整柜整柜 然后这边包括来买肉啊 很多就是老上海人喜欢在这边来买肉 这边因为有品牌有保障的一些质量也还可以的 也蛮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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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